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Lianne 我是姊姊Mindy 那今天是我們聖誕節Vlogmas的第三天 那第三天的禮物呢 只要在留言區留言 我們就會在1月1號抽出一位新女兒 可以獲得這一組面膜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是要來分享我們兩個分別冬天熱愛的靴型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肉肉腿 因為我的腳踝非常的無細 就是比較粗一點點 所以導致我的小腿也是蠻肉的 所以其實這種肉肉腿最不適合穿的就是 短靴跟靴子 所以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肉肉腿女孩如何挑選靴子 那今天會先從我來分享我喜歡的靴型 那我本身是腳底板很扁 然後我腳踝非常的細 剛好是離眼相反 但我覺得我的腿就是正常粗細度 沒有到特別粗也沒有到特別細 那我第一個要非常喜歡的靴型呢 就是Chelsea boots 然後這兩雙呢 這一雙算是蠻正統的Chelsea boots 然後通常它旁邊會有一個這個是比較綁帶的 然後可能是尖頭的 然後有一點點微微的跟 然後桶高大概是12到14公分左右 這一雙靴子是在ASOS上面買的 這個牌子叫做Dune 一個英國的牌子 然後我還有另外一雙是我近期購入的 然後它是比較酷一點 它是很尖 然後是亮皮的 就是穿起來一個Michael Jackson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是也是它的桶高 比較短一點點 因為我本身是腳踝非常細嘛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樣的長度 就是這個長度剛好會露出我細的腳踝 這個靴型我覺得也很好穿衣服 因為我本身只有156公分 如果靴太高的話呢 會顯得我腿很短 所以如果我穿一些就是牛仔褲 我也可以折起來一點點 露出一點點肌膚 或是我把它塞到靴子裡面 這個長度呢都是可以塞進去的 然後我要跟大家分享 這種靴型呢就是肉肉腿 腳踝粗的女生絕對不能穿的靴型 不能穿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的痛其實沒有什麼彈性 所以你穿進去的時候呢 你腳就會很難移動 有種卡住的感覺 對 因為像這種靴子裡也穿進去 那個靴子會完全包覆他的腳 很尷尬 可是其實因為我的腳踝很小 所以其實我的腳踝旁邊 是還是有很多空間的 然後這個是我在台拍的LIFESTYLE SHOT上面購入的 然後我本身我的腳是36號 我一般買靴子也都是買36號 除非那雙靴子它可能會讓我看起來很矮 我要加那個增高墊我才會37 可是其實我本人是沒有很愛用增高墊 所以我大部分都直接買36號 然後接下來就是算是短靴當中 最多人家裡都一定有的 或是你家裡一定必備 那就是襪靴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擁有的三雙襪靴 第一雙是D價AF的這個襪靴 它其實是皮革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雙算是一個很普通的版型 就是最基本款 就是如果你要襪靴的話 是要皮革的話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有一點根 我覺得D價AF他們家的靴子 穿起來的確都還蠻舒服的 然後第二雙也是D價AF的襪靴 那是我最近購入的 那這個襪靴就是 對我來說就是真的襪靴 就是它上面真的很像襪子 但是這雙其實雖然它是襪靴 它是比較更軟 像剛剛那個皮革來說更軟 可是其實這雙力點穿進去 完全也是包巴掌 因為它有點針織 然後上面其實有一點塞起來 所以其實我穿起來也是有一點可怕 對 所以這雙也是推薦給 就是腳沒有那麼肉 然後腳牌比較細的女生 可是因為它其實還蠻高的 所以腳踝倒是還好 倒是要腳不要太肉的女生 然後我會喜歡這雙是因為它是有一個拼接的感覺 這邊就是針織 然後前面是皮的 我平常都喜歡穿黑色的靴子 然後我今年想說 那我買一個淺色的 奶茶色 奶茶色然後今天又很流行 然後就可以搭配不同的風格 針織就比較氣質的感覺 對然後我覺得就是 這雙鞋也是DJALF 然後DJALF我平常穿36 我也是都拿36 就是23號 然後也都非常的剛好 而且這一雙呢 是ZARA 然後我那時候是買37號 那時候就是試穿36跟37 我覺得3G穿起來比較舒服 然後這一雙呢 它就是桶高也是比較高的 然後它後面是還有拉鍊的 然後這個是有點脊皮 然後像這雙Lia也是沒有辦法穿 因為其實脊皮是比較沒有彈性的 所以它穿起來也是蠻繃的 然後這幾雙我穿起來就是 有一些會有一些留一些空隙 然後有一些就是還蠻包覆 可是完全是不會緊的 我自己覺得你在挑選襪靴的時候 有一個重點就是 自己都會選擇就是 稍微鬆一點的筒寬 或是剛好跟你的腳的粗細度差不多的 因為其實當時我原本 是我先看到這雙鞋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看 可是我腳完全不能穿 因為它很特別 它這下面的 它跟 它跟是不一樣 是亮皮的然後是圓的跟 對 秋冬穿起來非常好看 是什麼樣的裝扮都可以搭配 因為這雙我會說 這雙靴子 穿起來非常的chick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完全不能穿 我就覺得非常的憂傷 那通常這種襪靴呢 我搭配方式就是 牛仔褲把它塞進去 或是你就是穿裙子 我覺得矮個子的女生 在穿靴子有一個小訣竅就是 盡量不要讓你露出來的皮膚 過於少 有時候一點點是好看 可是有時候尷尬的話 會露出最胖的地方 反而會讓你看起來 腿又短 然後身高又矮 那我作為肉肉腿代表呢 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肉肉腿女孩第一種推薦的靴型襪靴 因為我第一個購入的襪靴呢 就是DJF這雙整雙脊皮的襪靴 因為以前呢 其實比較流行的短靴是那種 真的是比較硬的材質的皮革的靴子 那種靴子我完全不能穿 因為我一穿進去之後 就是跟我的小腿的寬度是差不多的 然後我腳就非常難移動 後來就發覺呢 就雖然我是肉肉腿 可是選擇到適合的襪靴 我完全也可以穿 像這一雙它的筒高呢 就差不多是14公分 然後它的筒圍呢 是25公分 就我穿進去呢 是還有微微的會有一點點的縫隙 然後因為它的皮很軟 所以不會覺得你的腳踝被卡住了 然後它的跟差不多是5-6公分 其實穿起來也是非常的舒服 其實這一款呢 目前已經沒有了 但是今年呢 它們類似的靴型有出很像的 只是今年流行比較低跟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你可以去看其他類似的靴型 然後我剛剛觀察到 因為我妹的腳 其實也是它的長度是36公分 可是因為它腳板比較寬 所以它通常會穿到36公分 還有37公分 像它這一雙就是算23號半 就是37公分 一方面這樣穿起來會比較舒服 然後這個是痛的 也會更寬一點點 對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覺得自從我發現襪靴之後 我人生就開始了 有一點點的信心 所以我接下來呢 也是買類似這種襪靴的款式 可是它旁邊呢 就是做有拉鍊的 它的皮革也是非常非常的柔軟 對 因為像我剛剛介紹的DJF這一雙 就是它們兩個其實成像是不同色 可是皮革這個就是軟非常非常多 這個就稍微硬挺一點 嗯 就只是當然這兩雙相比 就是這個脊皮的筒圍還是會再鬆一點點 就是會稍微再服貼一咪咪 我自己是覺得 以我的腳到14公分的筒高都是ok的 因為我自己平常穿搭呢 都是深色系 我自己是不敢嘗試白色的鞋子 所以我一樣也是購入了一雙奶茶色淺色的 然後這個 它的跟呢 也是跟Mindy剛剛那個ZARA 不能穿的靴子一樣 是這種圓柱體的跟 就比較特別 可是它是霧跟 對 但這雙我個人是非常的喜歡 結果我突然發現 我所有的襪靴都是D加AF的 因為就是我第一次買他們家襪靴 我才愛上這個品牌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的價格CP值真的很合理 像我前兩雙襪靴打完遮之後 買下來好像不到一千塊 就小資女非常好入手 好像我買也是因為你買了之後 我穿你的我覺得蠻好走的 就我也買他們家 對 真的就購入一個比較不同一點點的 就這一雙呢 它的頭是非常尖的 因為前兩雙都是比較方頭一點點的 然後它的跟呢 也比較高 它跟很特別 是做成這種 長方型 內縮 內縮 哪有是長方型柱狀體的 我覺得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帥 然後因為其實這一雙呢 它的皮革就有稍微我覺得 穿起來同圍有再緊一點點 所以我穿的皮也是比較偏 比較硬挺一點 對 所以我穿的時候會比較憋一點點 我沒有這種高度的靴子 所以我就購入了這一雙 所以這一雙是比較有點硬 微硬買 相較於前面兩雙 對對對 其實是 可是我就覺得這個款式 我個人還蠻喜歡 那這樣子要怎麼搭配 如果是你肉肉腿要穿這雙 我跟你講 因為一般呢 我穿襪靴我都怎麼搭配 我不太會搭裙子 因為我搭裙子的話 就是會露出我腿最肥的那一節 就是小腿的那個最胖的一段 對 就如果我要配裙子 我只會配長裙 反而會有點蓋住 對會有點蓋住 會蓋住蓋住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最常的配法是呢 我很喜歡穿有一點小喇叭的牛仔褲 或者是褲子 所以它就可以剛好就是蓋住 你腿最肥的地方 然後又可以露出它們 就我也比較少會搭配 牛仔褲 貼腿褲比較少 或者是我會搭配 所以你不會搭配貼水褲 可是不會感覺是一體成型 就我不會把褲子塞進去 我可能會搭配比較短的牛仔褲 是因為就是已經沒有空間了 也不是它沒有空間 可是我就覺得沒那麼好看 就是沒有特別修飾的效果 所以我會選擇的牛仔褲 是會露出微微一咪咪的肌膚 或者就直接學小喇叭的褲子把它蓋住 肉肉女的短靴穿搭方式 提供給大家 接下來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中筒靴 那我喜歡的中筒靴有兩種靴型 一種是軍靴 一種是厚底的Chelsea的中筒靴 那我先講一下軍靴 好那其實這雙軍靴就是 STIVA他們家非常經典的一款靴子 那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的皮革會越穿越久 然後顏色會慢慢褪色 就會每一個人穿出來 都會有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越穿越破爛也是我喜歡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的皮革也是算是 就是我覺得它是在硬體跟軟之間 然後我這雙呢 我覺得搭配方式非常的多 通常都是我都直接穿牛仔褲 或是那種很緊身褲 就直接把褲子放進去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有種帥氣的感覺 當然這雙你也可以 就是穿裙子的時候搭配也可以 不過我覺得因為它桶高比較高 然後我的本身身高比較矮 所以小腿比較短 所以如果是這一雙就是 如果我要穿短裙或短褲搭配的話 我就覺得大家可以塞一下增高墊 因為它其實它是沒有什麼高度的 我自己覺得是我家裡一個非常必備的靴型 我是看不到尺寸 但我這個靴型叫做Tropa 就是Sigma裡面的Tropa靴型 它有很多種變形款 就是因為這雙非常的紅 好 那我手上這一款呢 就是D加F他們家的馬丁靴 比下他們的筒高 其實他們的筒高好像約束差不多的 就大概16.5公分差不多 這是我的極限喔 我不能再穿更高了 我跟你講這雙兩雙鞋子雖然同高是一樣的 可是他們有個很大的區別是 我自己是比較扁平的 然後突然間高上去 它是有點慢慢高上去去 你會比較適合這一雙 因為它會比較適合後臭 後腳底板的人 就我要跟肉肉腿的女孩們說 真的不能穿中筒 就是16.5公分差不多是我的極限 如果再穿得更高 我的小腿真的是馬上被截斷 如果你要穿軍靴或馬丁靴的時候 有個小技巧要教大家 你們絕對不要穿裙子 不要把你的肌膚露出來 你裡面只有搭配黑色的leggins 或者是那種深色景深的貼腿褲 就會瞬間讓你的腳變得非常的延長 也會變得非常的細 個人發現了一個小訣竅 它皮是比較硬一點的 就買這種旁邊還有搭配拉鍊的 你這樣穿也會比較舒服 那也比較好穿上腿 因為我覺得像這種 不管是馬丁靴或軍靴 他們的皮革都不會做到非常非常軟 因為它是要比較有硬頂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有拉鍊是非常非常重要 像我這雙也是前面有綁在旁邊有拉鍊 然後像我這雙是DJF的 我也是穿37號 我覺得馬丁靴呢 有時候看起來會比較陽剛比較硬一點 可是因為我覺得它這雙它的頭 做得很tiny欸 而且做得很圓 因為很多人很常穿馬丁靴 會覺得你腳瞬間變得非常的巨大 可是我覺得這雙厲害的就是 它穿起來還是有一點點女性化 然後你的腳看起來還是很小巧的 接下來要分享人生中的摯愛 就是這雙它是House of Avenue的短靴 其實它也是有一點算是軍靴靴型 就是綁帶的 可是這一雙的筒高呢 是我覺得目前我人生找到最完美的筒高 就大概是11公分左右 會微微的蓋過我的腳踝 可是又不會太高 結果把腳踝不細這個事實掩蓋過去 對 所以這一雙的搭配呢 就是其實是可以搭裙子 也可以搭褲子 就是非常的百搭 而且它就是你在穿搭上 不用那麼費心 對 而且它的筒圍就做得比較寬 因為它皮非常非常非常的柔軟 這雙筒圍真的好像真的有做比較寬欸 對 所以其實這一雙我已經穿非常久 它是我大學時期買的 然後我其實我當時買它之後 我就是吃土了 因為不要跟媽媽說 因為它是蠻貴的 所以我至今我都捨不得丟 可是我覺得好的靴子 的確可以穿很久 所以它皮質真的很好 然後前面有點弄破 我很想把它拿去鞋墊修 因為我覺得我捨不得丟 中筒靴還有這個Chelsea版的中筒靴 我也喜歡就是普通版的Chelsea的靴子 然後今年也非常流行他們家的中筒靴 所以我也在DJF買 應該很多人都有這雙靴子吧 因為最近真的很紅 那我自己買的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有一個穿著方式 就是比較運動風的 今年剛好非常流行 就穿那種工裝褲 或是比較寬寬褲 膨膨褲 然後把它塞到這個中筒靴裡面進去 就有一種帥氣的感覺 那我個人覺得也會這樣穿搭 或者是呢 你平常可以直接就是穿短褲短裙 然後穿這個靴子 可是因為它雖然說它是厚底的 可是因為畢竟它同高 對我們矮個來說 其實是同高非常高 所以我如果要穿短褲或短裙的話 我會想要在裡面加整高墊 不然的話比例會覺得腿好短 這雙我就完全不敢穿 可是這雙我覺得穿起來非常修飾 因為它穿起來就是 它前面是比較方頭的 所以雖然就是看起來 鞋子大大的 會顯得腿比較細 這一雙是今年非常 就是走在時尚前端 一定必備的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的腳 不是太舊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挑戰看看 它還有出 就是我記得第一架 那時候還有再更矮一點 它因為有好像三種高度 端的然後中的跟高的都有 對然後我的這個是中筒的 那最後呢 就進入到肉肉腿一定要購買的 就是長靴 可是要選到適合的長靴呢 也是蠻難的 因為你腿很肉 如果是那種皮質比較硬的 你的腿是完全塞不進去 所以就是本人我 但是自從我認識到的這雙靴子 它就是雞皮的長靴 它還沒有到果息 就大概到我膝蓋部分 它前面是雞皮 可是它後面是做鬆緊帶 所以這雙靴子呢 其實我是可以搭配長褲塞在裡面 很難得我可以碰到長靴是可以塞長褲進去 這雙是在淘寶上面買的 真的是大力推薦 因為我買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它還是非常的完好 而且它完全沒有越穿越鬆的跡象 完全不會掉痛 我覺得這個靴型其實完全不調腿 細腿 粗腿 什麼腿都可以穿 因為都是把它長起來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大腿比較細 然後小腿比較肉 所以這樣是完全把我肉肉的小腿 長起來 就會看起來大腿好像蠻細的耶 因為後面這個鬆緊褲真的很加分 因為你腿很肉 就是還是可以把它撐大 所以烈營連各種牛仔褲 是不是都塞了進去 對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種靴子非常難穿 那我要教大家如何正確穿它 就是你要穿它之前呢 你就把它的靴筒折成一半 然後直接把腳塞進去之後呢 再把靴筒拉起來 然後你就不用特別折成一半 就你脫的時候就把它拖成折成一半 所以每一次穿脫都是 它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其實你正確穿把它穿脫非常的容易 就不會去比人家很尷尬還脫半天 這邊我個人很喜歡一雙破溪靴 可是也是在淘寶購買的 然後它是綁帶的 這個就是會到我大腿大概將近一半 對那這樣子的靴子呢 我覺得就比較適合 腿比較細的女生 也是大腿比較細的女生 不然因為它上面是綁帶的 如果你那邊很肉的話 你肉會被擠出來 你就會覺得哇 看起來腿更粗 這雙整雙都是擠皮的 就沒有像剛剛那雙 它後面是鬆緊帶的 就那麼有彈性 所以也是比較推薦 腿比較沒有那麼肉的女生 所以如果你穿得了這個靴子的話 我真的非常推薦 就是穿起來就是很好看 腿整個延伸再延伸 你不管是搭配短裙 你的膠也是長 不管是把legging塞在裡面 不管是把褲子塞在裡面 不管是把褲子塞在裡面 不管怎麼穿 你腿就是長 就是比你原本再高個五公分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現在蠻多台灣的品牌 也有出這樣子的靴型 可是我有嘗試過台灣的品牌 就是我真的 我們裡面沒有塞褲子 只有我的腿 超級緊繃 可是我覺得這家淘寶店鋪厲害的 就是這一雙 其實我有偷穿過明迪的 就我裡面有塞褲子還塞得進去 也一樣可以穿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真的超厲害 算中跟的高度沒有到非常非常高 所以就如果你真心 就是你想要再偷加鞋墊在裡面也是可以 到底是要多高啊 我跟你說真的有加鞋墊 其實很多次 我們平常他們不會跟你說 就這雙我也是非常非常推薦 就是我這雙穿出去 每一次大家都會說 我腿好細喔 最近是不是瘦了 就是完全沒有 就是因為選擇 他真的是穿了三年 他還是非常的可以 脊椅很容易鬆掉 而且上面綁帶的地方很容易鬆掉 居然都沒有鬆 覺得很生氣 好那我最後一雙要分享的就是 高跟長靴 然後這雙大家看起來也是皮革 那我怎麼可以穿呢 因為他的皮超級霹靂無敵 這雙真的 真的軟得很生氣耶 他就是那種 就是有彈性的皮 就是要選擇這種彈性的皮 才可以把我的肉包覆住 然後還要跟大家分享 就因為其實現在呢 有些長靴 他們的長度很喜歡設計 就是他不設計到小腿整齒 就終究露那一小節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露露腿 絕對絕對絕對不要選擇那種長靴 就是要剛好到膝蓋 我剛好卡到 對像這雙就是剛剛好 把我卡到膝蓋 卡到 然後他的根確實是蠻高 好像七八公分吧 可是我那天有穿出門 我自己是覺得 穿的當下不會覺得痛或累 只是回到家 可能畢竟穿了一個下午 還是會覺得腳痠痠的 我覺得是因為我麥平常就很愛穿 就是比較高跟的鞋 所以我覺得你比較習慣 像我是很少在穿這麼高跟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一雙還是建議大家 就是你要認知到說 它是一個高跟鞋 對就只是這一雙呢 我非常確定 我裡面是不能再塞褲子 就在塞褲子 鐵一定是拉不上來 就我們之前也有在動態跟大家分享 在動態上就是用學子的問飯 一堆肉肉的腿女生在問 就是我妹在穿的時候 他會邊拉拉鍊 邊把肉撥 往裡面撥往裡面撥 但是你一旦把肉全部收起來之後 拉上去 腿就看起來瘦大概三公分 真的 就這雙真的是 當時一上IG就被問爆 我就今年冬天就跟他了 這一雙是在Lifestyle Shop買的 這雙鞋子 這他們家有非常多厲害的鞋子 伴娘非常會挑鞋子 沒錯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我們愛牌鞋子 就可能DJF啊 Lifestyle Shop啊 就是這兩家ZARA 居多 好的 那今天最後一雙呢 我也是一個長鞋 但這雙是剛剛李演說 肉肉豚女生一定要避開的 就是 它就是在膝蓋下面 還會露出一節 一小節 一小節的小腿 但我個人就是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長度 因為以前大家都會為了修飾 然後就是一定要剛好到卡套屋 可是現在今年好像就是 可以再微微低一點 然後這雙我真的要推薦 就是腿稍微不能那麼肉女生 真的 因為它這雙 雖然說它這邊是有鬆緊的 可惜這個鬆緊帶非常地精 就只是裝飾啦 可是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你把你剛剛那個靴子拿起來 它這雙靴子呢 它這雙你看它下面是比較窄 然後越到上面是越寬的 所以你最肉的地方這邊是最寬的 它這雙靴子呢 也有微微的就是下面比較窄 上面比較寬 可是幅度就是很小 所以就是一定要你腿 這邊不能太肥的人 因為我這雙是完全塞不進去 就是根本蠟不上 所以我的肉真的是卡住 對所以這雙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腳其實都穿36號 但是我妹就是穿不進去這雙 然後我穿就是非常這個剛好 我是平常穿36我就拿36 然後我覺得這雙呢 因為我其實我沒有試過穿褲子 我覺得應該沒有辦法再塞褲子 以我的腳的粗細度 我覺得legging maybe可以 對我覺得legging可以 因為畢竟它是黑色的 所以就算它有一點微微被撐開 也不會那麼明顯 因為它整個都是黑色的 但我個人就覺得它穿起來非常的酷 因為它是防頭的 我其實沒有其他防頭的靴子 然後它的皮革也是 不是那種滑面皮 它是有一點點微微有紋路的皮革 看起來像是荔枝紋 對荔枝紋的皮革 所以我覺得這雙靴子非常的酷 就是這雙靴子很像是某個 就是你看 如果把它摺一半 這樣就感覺這雙靴子很常看到 但是它把它做成是長的 就覺得這樣 欸我沒有看過 就是這樣的版型做成這樣子的長靴的長度 這雙靴子也是lifestyle sharp的 然後看到都立刻購入 這就是我們分享我們冬天喜歡的各種靴型 還有教大家如何挑選 跟我們會怎麼搭配 好那大家一定要記得在留言區留言 hashtag 米粒聖誕節我要抽禮物 才有可能得到 屏幕宣言人的胡桃前假期冰紛面模組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幫這支影片按讚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把小鈴鐺打開 請到影片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